3D Pro 2 不用退货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老许说3D 今天我们说说PIC材料的加工方式有哪些 什么情况下会考虑3D打印 老许 上次说到PIC综合性的优异也寓于加工 那么PIC有哪些加工方式 传统上PIC的加工方式有助数 机加工 挤出 磨压等 这些年随着3D打印技术的发展 PIC这种高温材料也可以实现3D打印了 听说3D打印无所不能 有了3D打印 其他的加工方式是不是都要被取代 不是的 3D打印虽然有许多优势 但它也不是无所不能 它是其他加工方式的补充 而不是取代 3D打印是真材制造 而机加工是减材制造 住宿 挤出 合谋压等是等材制造 真材 减材和等材 三种制造方式各有优缺点 将长期共存互补 3D打印有许多优势 传统加工方式不具备优势的地方 都可以考虑用3D打印 对于PIC材料来说 我们先说其中一点优势 就是PIC材料浪费少 你知道PIC材料之所以被称作软黄金 是因为它比较贵 如果采用传统的剪材加工 很多材料被浪费了 这样就会大大增加成本 如果采用真材制造 通过材料层层堆积成型 那么材料浪费就很少 这点对于比较贵的材料 意义显得更加重要 能不能给我举个具体的例子 可以呀 你看这个颅骨缺损修复 要用到的颅骨补片 目前临床上用到的都是采用机加工方式 把一块PIC料 不需要的部分洗削掉 最后成型的 材料浪费是比较厉害的 就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块颅骨补片 它不仅尺寸大 而且弧度也大 这就需要用一块又大又厚的材料来加工 材料利用率只有10%左右 而医疗用的植入级PIC材料 一公斤需要几万元 这就导致了PIC颅骨补片成本非常高 只有10% 这机加工洗削掉的不是材料呀 是大把大把的钞票 3D打印会好很多吗 是的 刚才这个颅骨补片 3D打印材料利用率可达到百分之六七十以上 如果支撑设置的好 甚至于可达到百分之八九十以上 哇 这个成本优势可太明显了 是的 除了成本优势 在其他一些情况下 我们也会考虑用3D打印 我们下期接着说